謝謝大方三地區危險陸頭的檢討 現場各局處部門主管 還有電視機體裡面的市民朋友 媒體金澤先生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本期針對交通部門質詢的議題相當多 如果有來不及回答的部分 麻煩各部門以蘇菸報告 七日內回覆的信息線 第一個問題我要跟大家探討的是 大方三地區危險陸頭的檢討 那日前來說的話 我們交通局跟我們的檢察局 有聯合成立了一個抑造式防治推動小組 那這對本席選區接連A1的事件發生之後 有幾處危險陸口 它的情況底整理了 有嘉欣東路成功路路口 然後橋柱路歐東路路口 然後鋼山聖深路鋼鏈路口 鋼山成功路新樂街路口 永安的永達橋與危險路路口 然後還有橋柱六路省道的部分 還有橋柱還有省道 公路李秀的路口 還有大社公路排十七線路口 還有新通港路排十七路口等等 那本席選區來說的話 像這些依照式危險的路口相當多 那知道那一間依照式的小組 他們事後的開會只有針對這個選區內 就是嘉欣東路跟前公路下去做一個開會的討論 那本席想了解說 那一間開會之後的具體改善的事項有哪些 那其他路口後續會不會排入騎乘也一併的檢討 然後再來本席要跟所有市民們報告的就是 在天地納維前面 江山的一個七谷路口 也是一個危險七谷口 那之前我關心它的公連公路跟江山路 那個交叉口那個安全帽的部分 那個路口的安全帽 那個違規設施 那時候有將違規設施後遷移 所以那個路口的四線改善非常多 那日前本席用跟我們交通局的協助 交通局的官員還有等等主辦 協助本席都針對我們新正街跟城中路口 這個七路口再進行一個視線拓展的一個 視線把它視線開明的一個交通規範的改善 那本席想要了解 那那天我去了國有展覽局拜訪之後 我們交通局後續的進度維合 大概那些那些設施 比如說一些電線電感 然後還有那些那個監視器 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預計後面的行程 然後再來我們高山地區 大高山地區有很多的一些 譯照式 那個其實有因為在服務選民的時候了解 覺得很多很多的時候是因為一些車禍 不管是什麼車禍的發生 大部分都跟立司機車禍 並排列車相當大的關係 那之前我也召集我們交通局 然後到本席的服務處 由我們附居站 交通局附居站來協助本席 檢討一下本席選區內 有許多的地方 比如說喬頭老街、鋼山中街 還有喬頭教會 還有永安回新路等等 大部分他們會過去是老舊社區 那當初都沒有停車的需求 那隨著我們都市的那個 都市的那個進展 然後所以停車的需求 未來也會不去的增加 那本席想要了解 就是未來我們交通局這邊 有沒有協助本席選區的其他規劃 如何去解決這些臨時停車跟 立排停車造成交通事故意外的機率 那想請問一下局長 這樣子的停車 您看一下這檢報上面的停車 這樣子的臨時停車為不危險 那他危險狀況有很多種 有的是你為了來東西方便 然後臨時停車 車門一開到下車 然後就發生了後面閃避路 即撞上去的意外 那有時候民眾 有時候不管是行任何的消耗工具 他遇到臨時停車 他勢必就好再往內車倒閃 那也是造成險象狂生 那我不想把我們交通局協助本席 是不是在等席的選區檢討一下 我們目前的車樣數跟我們的停車格位數 是嚴重的不成正比 那當然有一些過去是因為沒有畫紅線 那現在紅線民眾的意思才有 紅線越畫越多 那交通局又沒有新增停車場 或者是停車空間的規劃的計畫 那是不是會造成靈體越來越嚴重 然後迷規的問題發生越來越多 那針對剛剛本席說的 本席的選區來說 大部分都是老舊社區 那他因應的時代面前 他的交通問題有辦法解決 就變成一些迷規提升的方向非常多 那現在那些又有一些檢舉案件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惜有了解像警察局那邊 他們的他們的迷規交通迷規 目前光是一個分局 大概就有一萬多張還沒有開出來 大概激壓了大概三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的紅單 那很多民眾說要等級陳情 他們知道他們的迷規是做入的 但是怎麼樣從迷規的事情 線下的發生 到他收到紅單 三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再縮短 那需要行動交通局 這邊協助演義 如何解決停車會阻 停車格位數不足的問題 及協助民眾 將迷規停車的拔凡 是不是可以讓你即時收到通知 他們知道迷規是不行的 願意接受拔凡 願意即改善 那是不是我們要提早讓他知道 再來分析 你看到這個消遣中這裡的照片 左邊是我們岡山的總局 油局的總局 也就是火車站前面 他的旁邊有設置一個民主停車場 然後右邊這一個是我們岡山前後派出所 他的那個警察的宿舍拆除之後 設置為民主停車場 這兩個都是在本席 媽媽歐瑞助議員的任內 我協助他 因為民眾陳情沒有地方停車 協助他開發的案子 那我想了解說 現在記這兩個案子之後 到目前為止大概有五年了 那我們交通局 在這五年內 有沒有情況的規劃 有沒有新增的那些計畫 本席想了解 那如果有是最好 因為本席跟你們已經開了很多次會 然後會開始持續在進行中 那如果有是最好 如果沒有就是本席 也提供我們交通局這邊一些意見 像第一個這個就是我們岡山菜市場 那我們前市場內有一個鋼山火小的教師的舊校舍 他因為是微漏 所以現在拆除了 那他拆除了到不久來說的話 他工程進行大概一個月內就會完成 那完成之後 他就會將這塊工地回鍋給我們市府 從交通局回鍋給市府 那是指文傑與我們交通局這邊來說的話 是不是可以協助本席送禮 我們這些攤商的聯合陳情 他們送了一份聯合陳情書 和名單過來給本席 希望本席協助他們 能夠更适合反應 幫忙解決鋼山文型市場 周邊停車亂向停車不足的問題 然後也 那個是不是可以請交通局 開始著手來跨部門的去一些協助本席 協助攤商來爭取停車空間 再來日前 可惜也相當關心喬南 喬頭的喬頭老街 還有喬頭的市場停車位不足 這個已經多年接受民眾承請 那日前再一次的關心這個問題的時候 發現說 我們糖廠的那個這一塊 喬南社區旁邊的土地 已經 已經就是那個承諸給業者 可惜關心這個 希望說協助 我們請交通局協助聯絡業者 然後試試跟我們交通局 跟我們當地的攤商協會 還有跟我們的那個里長 還有本席這邊是開個櫃利 來提供一些意見給業者 規劃停車的一個參考 這個上次本席有反應過 請問一下進度 好 然後再來就是針對我們那個公車室小黃 跟公公小踏車的使用 那還有本席的選區 因為是天野鄉鎮 那為了銀行城鄉的差距 跟未來投入長照的需求 也希望說增加我們一些公公建設的 並去的一個載量 還有是不是可以請我們 我們交通局這邊 再進去的協助說 這些公公小踏車的推廣 你們要怎麼去宣打 告訴民眾說哪裡有設在 哪裡有免費的公車室小黃可以搭 不然最後被取消 本席會認為說 其實民眾的需求是一定有 一定有需求 那只是他們不知道這個需求 如何去使用 也不知道政府有這項核振 那如果加常宣導 避免因為使用率過低 而被停止停用 這是本席要我們交通局這邊 演繹的一個重點 大家可以請局站好 一定回覆 好 再來 本席的選項有相當多的工程 公共建設正在進行 尤其是現在退後 我們高雄市市民中有關心的 超級科學園區的年外道路的一個進度 那我們有分短期中期跟長期 那我知道我們交通局這邊都有協助 我們公務局這邊一起在推動當中 那還有針對剛才第二交流道的一個進度 從105年 第一次我們的說明會舉辦到現在109年 這當中 這當中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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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益了非常多年 那在最近的這一次真色交路道委員會 第二次審查會議裡面 決定是有條件的通過 那通過來說的話 但是有條件 所以我們在修正送高公局 和轉行政院的進度為何 那预计如果行政院那边通过之后 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第二招楼道预计的期程大概有多久 请教一下我们那个交通局 还有再来高铁桥下两侧排39线的打通 这个道从阿连到人物这一段一定要打开 那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知道他是应用分段式的一个示作方式 那需要沟通名义或者是需要征收行我们交通局这边加强脚步 那以上有许多的议题 麻烦的局长这边做书面报告 有关乔车的连外道路跟刚才第二招楼道的进度 还有我们那个高铁桥下两侧的道路打通 还有公共讲踏车还有我们的公车四小孩的宣打 这个麻烦书面报告 那么其实比较希望了解的就是我们目前对于大高山地区的交通的停车位置的输入组 请交通局这边协助本席再来做后续的开发我们局长的态度回合 请请赞和督 这边的主席也谢谢方学 那同意也其实对方单地区包括在江湾全跟体制中期值都非常关心 感谢那针对江湾全会其实我们9月份 9月前后一直要是好像小时成立之后 我们就把那个江湾公当成的第一标记在一起讨论 那目前会因为他比较是不小下来之后 那个那个是下游户不断了 所以那个名字不会有大口 那会造成说那个又是一个鞋脚 所以是不是会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改善 那在江湾里面其实我们的表现大概都关起来的 那剩下就是在山中处跟博物局 所以现在是10月26号去会开 那把工程的我们所领布的改善关案能够确定之后 就交由工程站上去执行就是山西东的部分 那在这番就是非常有名的契差入口 因为这个入口就是我小姻缘也花了很多心意 因为我们在那边做会开那希望做一些改善 那我们现在短期的关案的话 其实对于那个天长按照过的吸引人就会做调整 那另外还有一些排名之外 我们还是希望说那个入口能够去减化 就是这有共建筑的办法把它减化的话 其实现在那个十字桌子那么长的情况 它造成大家比较无所事从这个这个混乱可以改善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方法去打算再跟医院有多报告 那另外医院有提到说那个成功跟公园入口内 因为八一期的话会判斥过 其实我们一直经营在一些老山 帮了一些缓线的单位 然后去把那些设施武艺走之后才能做下一个改善 那目前他们都在处理中 那跟交局有关事武艺感到是该要处理 但是这个在十月七号也会判斧了 那就是因为要用到互产署有定 互产署是希望我们的架构 是希望所有互产的活用 所以这个还在期望做一些时间 其实都不好的 对啊 其实都不好的 对 互产署好像希望我们要去架构 对 没有 我们要是走的行政程序 他就在讨论 他就在讨论 那班机长后续用信 那好 那因为刚刚本行 最关系的是因为大方才去检车 对 那检车部分 就是丢业化分议员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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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今天我们从来 那个方向去努力好不好 就在 好了 但人断的话 因为检查有一个输送 我们都只要去输送组理网 马上就会进行施作 那另外就是刚三段 2019-11 第1号部份 我们的台北委外 还有 梁明断司1313 有些市街均开发 民族市流汉 我们后期的部分 会跟官署去协商 怎么样 共同来做一些开发 所以未来在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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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 2022年鋼山捷運就能通了嗎 市民就可以從鋼山捷運站上車直接到市區嗎 是這樣嗎 其實本席做了本席了解好像不是這樣 因為目前到2022年 只有完成第一階段的討建工程 好那其他的車軌電機的部分 還有軌道的部分又放到後階 那麼到2階很容易就因為入族連身線 一直可以連置連置連置而拖延 鋼山必須要等多久 那這本席再跟我們捷運局 是不是可以在家裡規劃一下 努力一下 是有其他的方案 幫他現在的電機的部分 跟我們未來的那個 那個往入族衍生線推勾 我們單獨來做計劃 再來本席 為了當山 捷運好 很好 謝謝 謝謝主持 請幫幫忙 嗯 那針對黃秋議員 當成那一個捷運延伸線的 然後還有這一個火車站的出口 是不是請捷運局 來規劃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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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黃野 有的這個部分 這個 黃野跟 立委本身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方案 那現在的部分 就是有外掛 外掛的地方 我們來偷偷 但是經費的部分 就掛在這個 黃線 2A裡面 不是 RK RK2 2A裡面 那這樣外掛的話 第一個 工程 我們整個計畫 一起掛 那有了經費之後 基本設計的部分 是我們 RK2A裡面 自己辦 但是 我們的填小部分 就可以跟股飯裡包包 那你就會 頂這位 那你也會說 我們 外掛的部分 也不會因為經費增加 離線到我們的資產率 那所以這樣可以加速 堅強的一個 運作的部分 謝謝 那指引局長 其實相對關心的 還有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我們 鋼三 捷運站 他的電機跟尾道工程 跟二階有沒有脫鉤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 因為目前 二階通程 2022完成 那 那基電跟尾道工程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因為鋼三 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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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冷白的效應感 先來測試 這個測試的過程也會先行測試 測試完整之後 我們後續的部隊可以公設 所以非常有信心 我們都把它連結在一起 好 謝謝 非常謝謝主席 黃秋英議員 選得起各局數 能夠以書店回覆 回覆給黃秋英議員 謝謝